如果學務長今天在開車 那我們有三個同學 你要坐哪裡 那今天如果學務長說今天我不開車 我今天是派一個司機 司機在前面開車 那你又要坐哪裡 我想坐車的規矩很多 我今天跟各位報告的餐桌上面的走路的 簡單的包括坐車的 我想放在你的心中 Fair in your mind 我想對你一定有幫助的 學務長開車這表示對我們的體育 如果哪天學務長開車我半夜都跑過來 這個榮幸請你坐前坐 那經常會發生一個情形 我們三個同學 學務長說我今天順路 我從這個三峽我就載你們回台北 有人到土城第一個就下來了 相冊的人就坐在前面那一個 所以他前面又空出來了對不對 本來三個同學 兩個坐後面一個坐前面嘛 前面那個就空出來了 切記 切記 後面那個一定要補上去 不能把學務長當司機 就算是坐到最後一個人 每一個都要補 我經常遇到一個情況 哎呀 我家就在前面了 兩步路而已 兩步路也不行 只要車子啟動 學務長在開車 請你們一個一個往上補 前面前座一定要有人 這表示show your respect 好 當有司機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司機的時候 如果是後座跟前座 哪一個是中尉 後座的哪一個 中尉 蛤? 司機後面 還沒其他答案 蛤? 右後 好 司機是在左手車的方向 右後為尊 所以它的大小次序 我們講一二 司機在前面 第一個位置是右後 一二三四 我再重複一次 如果你們去坐車 有司機開車的時候 大小次序 一二三四 如果是教學務長開車的時候 一二三四 那我也跟各位男同學 剛才郭敬明的海中的意義就是 Lady first 所以不敢走路 不管是你過馬路 當你走在馬路旁邊 左右哪一邊 你要走哪一邊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經理你走 這邊是車道 好 你這樣走路 走在旁邊 你要走左右哪一邊 恩? 為什麼 就是有什麼水 設置之類的 天板你對不對 然後萬一這個報告也撞你 Correct 謝謝 很好 我再問你 好不好 你回答得非常好 下樓梯 如果你跟你男女朋友 或者是你同學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一起下樓梯 當然 可能一起走 可是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怎麼樣 男生在哪裡 蛤? 站著 這個 下樓梯 男生要在前面 好 上樓梯 在哪裡 為什麼 謝謝你 謝謝你 剛才又可以擋燈水 可以擋 其實他答案都非常正確 做一個 千千游禮 這個君子 所以這方面的支持 我想 情的部分 也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時間非常有限 我留個兩三分鐘 如果各位同學有任何意見 歡迎你提出來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 我今天的過濟禮 因為時間真的很短 我本來準備了一個影片 可能也沒時間跟各位分享 不過來自方常 也會有機會再跟各位碰面 再回歸 回歸到我開始跟各位報告的 我想 也掙得學務長的同意 非常鼓勵 現在外交部 走出去了路 跟年輕人一結合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活動 我們跟全世界三個國家 簽署度假打工協定 現在光在澳洲 就有三萬的年輕人 函暑假等等 我愛去學習新的事務 每年我們有青山大師 我們也有半年薪 外交部也有志工 最近我也在市裡面 招募了一些 好多南部大學上來的 一些同學 願意利用暑假時間 來參與國際的事務 也想去很好學習 也鼓勵排北大學的優秀的 今天在場的學生 不管你是唸國際關係 唸國際法 唸語言 我想不重要 現在的外交是講究 Glimate Change 現在的外交是講究 Technology 所以各行各業 都可以重入這個行業 而且待遇很優渥 充滿了挑戰 讓你開拓你的人生 所以今天部裡面要我來 我想有一個主要的目的 歡迎各位投入外交的行業 謝謝各位 謝謝